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在公共场合说的话 一种在私底下说的话 有一种公共的逻辑 大家看我们的电视上和我们开会 我们学习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官 我们说的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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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他自成体系的一套逻辑 那么至于这种逻辑如何 那是有一种学理的依据 你没有什么道德的这样一个 对你没有一个道德感的问题 它和道德无关 和你本身的这种内心的真实性无关 它依赖的是一种学理的逻辑 这种学理的逻辑 也依靠这种政治上的正确来建构 我们有一整套的公共画 当然西方自然阶级也有 但是他二者之间的裂痕 没有我们这么巨大 我们可以很大 可以非常巨大 是吧 我们可以非常巨大 所以就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多元化 多元能格问题 这其实也是 也不是今天开始的 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一直就有的 只不过确实从我们的这样一个革命年代以后 他就愈演愈烈了 他可能登风造极 或者说至善完美 是吧 他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 就像一个演员 他的演技已经达到非常高超的 非常智朗的 像斯坦尼斯夫体系一样 是吧 他是一个非常智朗的 他是完全进入角色的那种 所以 某种意识来说 这其实是属于另外的一种研究的领域了 我觉得 我无法去理解他 但是确实何其方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这个极端的 就是 我所工作的那个单位的人 怀念起 回忆起何其方来 都是非常非常充满了感情 充满了感情 而且你看读他的诗 这些诗他也是非常 写得非常真挚 也写出他那些那种迷茫 但是 他写起大批判文章来 他是非常灵力的 那动不动对方就是资产阶级反动 反动派 是吧 那么他就是这样 那些帽子扔出去 那都是要置能于死地的 是吧 但是 他在写下那些词句的时候 做出那些批判的时候 他是没有忧郁的 那么胡锋也很有意思 胡锋时间开始了 里面分成很多个章节 这个我们原来也都说过 那么我尤为注意到胡锋 时间开始了中有这个小草 对阳光这样说 他还有小草 对阳光这样说 这一类委婉的小事 那么小草对阳光说 大家一下就知道 阳光是代表着大 是吧 我是小草 随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是吧 那么 小草象征的诗伦 在新时代的自我写照 渴望新生 却又夹杂着如此幼稚 谦逊的自我指称 绝强中又透视出 不能平息的愿望 小事最后结束 也睡着了 好安静 好甜蜜 让人觉得 那种安静甜蜜的背后 是一颗不踏实的心灵在颤动 又反复是听着命运安排的那种矿达 无论如何 对于胡锋后来的命运来说 他的诗篇背后 总是有那么多的隐喻和奇异 当然他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诗伦 这些诗作还是比较真切地表达了 他个人的内心愿望 那么藏客家也是 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诗伦 其他我不多谈 他是唯一多的学生 他是在国立青岛大学 三零年到三四年 大家看看他上大学的时候 岁数码大 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呢 他那年考试 语文考了一百分 数学考了零分 因为语文是文一多给他判的卷子 就给他打了一百分 那么数学就零分 那么结果呢 文一多破格录取他 所以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 再没有人文大师呢 那么胡适考中国工学 数学考了 他一直讳莫如孙 最后人能查到 他只考了二十七分 那个钱中书考清华大学 只考了十五分 一度传闻是零分 但是他有一次 他自己在日本 还是在美国跟他说 他考了十五分 还不是零分 但是武汉是考了零分 武汉数学考了零分 那么当然你们都是 数理化非常好 所以才能考上北大 但是这些 当年藏开家 要不要取藏开家 藏开家只考了零分 当时文艺多 文艺多得很有个性 他坚决要收他 结果破格录取他 藏开家 长期编辑这个诗刊 这个 在五七年到六五年 他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那么五七年 他和州政府合作 毛主席诗词讲解 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 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藏开家 年轻的时候 很有诗人气质 这个是老了 一副很思想的样子 那么 藏开家其实三十年代 开始写诗 1933年 他就出版处女作 所以说文艺多 还是很有眼光 是吧 他30年考青岛大学 其实33年 他就28岁的时候 就发表烙印 那个诗也是写得 非常的严峻而喜烈 那么抗战爆发后 诗人戴笔丛隆 写了大量反应 抗战的诗篇 48年底 到达解放了北京 1949年 他就写了纪念鲁迅的短诗 有的人 这首诗应该是收进中学课本吧 是吧 有啊 所以我就不用 不用多说了 可能在座的都回背 是吧 你们高考都会考 这个诗确实写得 斩钉截铁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把明治刻鲁石头 想不朽 有的人情愿做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后面接下去 谁会背啊 会背吗 有同学会背吗 会背的举下手 我把这页翻过去 可能在座的都会背 大概 把明治刻鲁石头的 明治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这首诗呢 几乎是新时代的 集体主义 对个人主义宣战的宣言 是吧 它表达了时代的迫切愿望 也推动了时代 对超过的诗歌 表达了强烈需求 其实呢 大家注意到 我为什么说来自国统区的藏客家 后来长期担任诗刊主编 那么解放以后 我们当然也不能这么来描述 我们革命文艺队伍的建设 就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诗人 他们命运都不太好 都被边缘化 来自延安的 他们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但是唯独藏客家 很奇怪 他一直能够担任诗刊的主编 那么 这可能跟他后来抓住机会 发表毛泽东的诗词 可能也不无关系 当然不能这么来理解 我这半开玩笑 最为极端的是 郭木洛先生 我觉得 郭木洛 他居然宣称 我高兴做个标语人 口号人 而不必定要做诗人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在那个年代标语口号 那个年代的诗是标语口号诗 所以这个 有它的合法性 因为有它背后强大的政治逻辑 1948年 还是在解放前 这个郭木洛就发表言论 他说 他在开拓新诗歌的《路》里面说 他今天的诗歌 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 用人民的语言 写人民的意思 人民的情感 人民的要求 人民的行动 更具体的说 要适应当前的局势 人民翻身土地革命 翻美地 挖奖根 促起实现 所以大家注意到 郭木洛 他要做人民的诗了 所以他敢于写标语口号 我这个书里面也引了一段 郭木洛的诗 其实郭木洛发表了很多诗集 什么新华宋 毛泽东的旗帜 迎风飘扬 百花级 百花齐放 东风级等 十多部诗集 他那个时候的诗的 风格的大概是 大体是这样的 新华宋中的诗篇 鸭路江 这个 这比较极端的 但是他其他的诗 也大体如此了 他说 鸭路江发电站的被炸 震动了全世界 渴望和平的人民 他们好意地担心着 战争会从此扩大起来 美国政府和美国将军们 准备扩大战争 是他们早就 决定了的 毒霸世界的政策 倒不是从 轰炸 鸭路江电力战 才开始 这有点像 赵立华写的诗 跟这个梨花体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梨花体的 合法不合法 他可以从郭沫洛那里 找到一种 找到 找到他的 他的这个 前驱 是吧 郭沫洛依据的是一个 政治逻辑 赵立华依据的是一个 市场逻辑 是吧 娱乐化的逻辑 娱乐致死的逻辑 你不就是娱乐吧 你不就是消费吗 是一个市场的 消费主义的逻辑 所以消费主义的逻辑 和文学的关系 在某里山上 政治和文学的关系 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吧 甚至对于诗歌 这种极端的形式 诗本来是最要求 语言和心灵的 是吧 是最要求 个体化的经验的 那么 郭沫洛我怀疑他 这个就从报纸上 操入一段新闻 就把它 这个分成段 是吧 多标几个标点符号 假定说 我们今天来改写一下 鸭路 做一个标点 鸭路 将 发 电站 是吧 的被炸 然后震动了 全世界 这个有没有办法 来上面改 没办法改 是吧 大家试着一下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么改一下 还变成什么 还变成当时 跟贺敬之比美的那种 接替诗 是吧 所以有时候 诗的这样一个形式 它的合法化 一套审美的逻辑 其实会依靠 背后的一套历史的逻辑 是吧 如何才能给予它合法化 所以我们很难说 什么样的一种艺术 就是创新的艺术 什么样的一种艺术 就是好的艺术 或者说什么叫做诗 什么叫做小说 它都会依赖 艺术本身发展的 历史的前提 和它面对的 当下的历史的语境 是吧 它会依赖这些东西 这个是文杰 文杰可以说是 当时共和国最早的 苏清诗人 文杰后来 1971年是吞煤气自杀 那个是戴后英 人啊人里边 是写作和他有关 他一度和戴后英 有过感情方面的纠葛 那么大家看看 它是那个时候 叫做写情诗 但是呢 它是如何把一种 自我的感情 要把它变成 人民的感情 变成共和国的感情 所以文杰的诗呢 它以独特的韵律和情节 而显得别具一格 所以文杰在艰难困苦的年代 写作情诗 他把对祖国 对劳动的爱 与青年人的青春情感 集合在一起 最典型的 最有名的是苹果树下 这个几乎所有的文学史 都会去引导 那么 就是只有劳动的美 才是美 劳动的姑娘的美 才是最美的 劳动最美丽 所以他说 你不要 不要再唱歌 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 年轻的心 在心中 胸中跳着 她的心 为什么跳了 为什么跳的 失去节拍 但是我今天读这种诗 我实在是读不出感情 因为我实在是太老了 但是呢 我在那个年代 年轻人 这个读起来 他确实觉得非常的感动 非常充满了神秘感 那种心情的那种激动 还有公流 公流了 那个时候有一批叫做战事师 都是在部队的 是吧 他写的这个边疆诗 那么 54年 公流是出版了他的编地短歌 55年 能命文学发表了他的三个祖诗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里是他的 也是被所有的文学史都引得 西门的早晨 也是当时被认为是他最好的诗 我推开窗子 一朵云飞进来 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 带着难以捉摸的蓄露的光彩 一切是那么的明朗和乐观 带枪的人都站在岗位上 迎接着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 他就是把那种战事的生活写得非常美好 和自然的美景 和那种气氛 和那种 自然的那种气息 融化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的诗呢 只要沾上一点个人的情感 个人的情调 和一种自然的背景 它就变得非常的优美了 所以你发现 那个时候是说诗人特别笨吗 是吧 这个你发现只要弄一点云进去 是吧 再弄一点深谷 这个诗就 再推开一扇窗户 哇 这诗就非常美 大家觉得这些操作起来 也太容易了一点 但是在那个年代 这些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这种革命逻辑之外的东西 所以革命逻辑如何融化自然 融化私人感情 这如何和集体主义 建立起一种关系 诗歌在这方面 他是一步一步的在做他的一种探索 做他的一种探索 因为我们三四十年代的诗歌 大家都读过 是吧 那最典型的 徐志摩的《在别康乔》 是吧 那么 戴王叔的《语相》 是吧 那是非常的依靡 非常的各 要把那种情感驱逐之后 诗人不知道怎么写作 是吧 然后就出现郭木洛是最奇特的 他就干脆喊革命口号 干脆把报纸上抄下一段来 跟他拐弯一下 但是这些诗人 他一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战士的情感 但如果战士的情感 他像一个人的情感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公留还有别的事 那么这个是白华 白华也是部队的 这都他老了 其实这个白华年轻的时候 也是很帅的 我没找到年轻时候的照片 那么后来洗了苦练 是影响一时的 大家注意 可能后面我们会谈 也会简单的提到一下他的苦练 他是右派 他曾经被打成右派 那么白华的诗人 有鹰群和孔雀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个概念 西南边疆诗派 有这些人 被称之为西南青年诗人群 除了上面提到的白华公留外 还有故宫高平复仇良善权 杨兴火周良配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白华的诗 他还是有 当时有一种苍茫感 我觉得 所以他能用他的笔 去写那种叙事诗 力度很大 他有一种很强的叙事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那也是相当 有相当的功力的 那么另外的是 军女诗人的李英 在当时有点奇特 那么李英是百大中文系毕业的 他是1945年考入百大 那么我前几天 在军艺还见到他 参加一个座谈会 按说他都83岁了 还听了他的发言 他回顾了他的 这个诗歌写作的战斗历程 那么李英在当时 他的诗呢 是比较另类的 他的诗当时感情细腻 语言也比较沉浸 同时他的诗呢 是能够去写作 个人对 个人的情感 个人对事物的那种观察 那种非常内在化的 一种个人的经验 在当时他就不是那种 口号就属于口号 喊得不响亮 就掺杂了较多的 个人的情感 和个人经验的诗歌 所以大家来看看 他有一首花果实种子的诗 他在一棵植物的生长中 我们不能不歌颂果实 其次便是种子 其次是花 因为当一只苹果 在树梢转红 跌落草地的时候 曾经过多少风雨和苦痛 但注意到他的诗很有哲理 是吧 就是说李英的诗呢 他突然间 他把一种哲理融入进去 这些哲理呢 是有一种自然的哲理 有一种各人对事物的一种领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并不仅仅是一种 革命的大的道理 它是把它转化为 更为有一点形而上 意味的那种哲理 对事物的一种 一种领悟 所以当时 诗歌中呢 有一个叫李英模式 这是如何对事物的一种读解中 来提悟一种哲理性 大家也注意到 其实这样一种 处理的方式 是一种修辞的一种转折 只是他修辞的转折 在他的一种作品中是 很富有逻辑性的 一点一点的渗透进去 这和今天 你像藏地 江涛他们写的诗 所寻求的那种修辞的反转 有某种意义 是当然跨越了这么长的时代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看藏地的诗也是 他写了一大堆日常的生活 是吧 非常无趣的 非常平庸的日常生活 然后突然间通过一个修辞 来把它翻转过来 是吧 通过这种修辞来变出一种 一种 闪现出一种东西 闪现出一种荒诞感 闪现出一种嘲弄 闪现出一种反讽 他那也是一种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